台股三月份的行情 持续的冲历史新高 但是每天的戏码 你就看外资一路的卖 投信没办法要一路的买 所以一直在看外资 吃投信豆腐的行情 进入了第二季 还会继续吃投信的豆腐吗 第二季会有哪些新的篇章 正好我们请您上台来 最重要是 这所谓ETF之乱 乱完之后 法人到底有哪些 是真心真爱的新环 对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最近其实我们把这个 视角看广一点 因为如果全部都只看 日本股的话 有的时候别的股票 刚起涨会抓不到 我们就来看一些 有没有刚刚开始的 那这里第一个 第一章我们当然先看法人 等一下我们还会看 一些其他的族群 好 那股票操作 是第一个我们看神达 这有嘛 这很明显是从三月下旬开始买 对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这么拉回来 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这里是比较标准的AI伺服器 大家直观的一个概念 而且神达其实严格讲起来 符合我们刚刚讲的去年涨不多 不多 那再的话加世达 这个其实可以看一下 就因为他传统AIPC的一个概念 但是因为他跨入医疗比较积极 那当中又有一些 包括这个有点类似是智能医疗的概念 所以其实也可以讲 讲起来就辅助型的 也有一点机器人的概念 那虽然说他现在是在机械下面 但是你可以看到 投信市场用一种低接的方式在吃 那关于这一点的话 如果说你操作比较积极 你大概心里知道投信再买就好了 你也可以等到他出现一根红棒 过季线再来追都来得及 那我们现在讲一个很特别的 投信其实在这档股票上面 主要是买了大概三次 虽然不多 但是这档股票一展新耀 他今天是出现第一根涨停 那这个股票他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可以解读为 就是说第一个生计股有开始加温 那不见得是这档股票 但是有开始加温 其他的也有 科研他们也有涨上来 美食也有 但我今天讲到这档股票 他就比较特别 他为什么能够攻涨停 纯粹的新耀 他其实过程是非常的繁琐 但是新耀有些好几种 照美国FDA他们的讲法 有一种叫做你改进的那种方式 我举个简单的说法 比方说主 假设说以前有一种 针剂是打针的 很痛 那我把他改良蒸剂 或者是说我把他做成口服 那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新药呢 但实际上他还是那颗药 这种途径拿出来的药 他比较简单 他在做这个东西就是这个 然后因为这家公司的那个董事长 林东和先生是很厉害的一个 业界的前辈 那为什么讲 他以前就是成功的 做了一个那个 把美食带到一个国际的地位 后来美食上来以后 卖给外资 那林东和先生离开美食以后 又创了这家益展新药 所以他是一个成功把美食 拉到国际地位的人 现在又用这个益展新药 把这个授权金授权给国际的龙头厂商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很厉害的 那我现在就继续讲 所以今天这个地方 大家起第一根 我认为是有一个概念性的 那后续就看这个投信 有没有继续的动作 再的话天狱 那我们看到这个是边缘运算的AI晶片 这个买法也是在三月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非常集中 那他的好处就是第一个 就是他题材 这个非常贴市场 边缘运算 那再来就是说 看起来的话 距离他的这个成本 也没有跑掉太远 那神达稍微有一点点 比较可惜的 他前面第三根跑太快了 对不对 有点拉开了 那你回头去看天狱 大概价格都不远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 你可以第一个看这些个股 第二个你也看他的方向 大概还是朝AI 或者是说新的这种 有这个EPS生计股去做发挥 OK好这是法人布局的另外一个政策概念股 好那这个就是要来讲一下 那520的倒数 那首先第一个市店 刚刚是冠心讲过了 那我觉得后续的话应该还是持续看 就是找机会点切入而已 再的话中央店我们上礼拜讲过 这是另外一个有EPS的无人机 如果说你拿它对照在雷虎的部分 那我们也跟大家讲过 实际上美国的警方都有在用了嘛 所以你看今天有出现一个创新 那今天成交报比较大了 对那这个后续来讲可能等拉回 或量缩的时候比较有机会 山林水这个其实我稍微带一下说 台电虽然有强任电网计划 其实我们水利署也有一个 一千六百亿水资源的计划 但是因为比较少人在提是因为国统 一直创新高 那因为大家就看那个国统一直涨 一直涨一直涨国统 他没有办法像重电拉一串出来嘛 可是最近你可以看到山林水 这家公司其实也是一个包准水资源工程 那你可以看到他短线上量增了以后 他的价格开始有一点点创新高的概念 大家可以把它对照为国统 还没有涨的多统可以顾一下参考 再的话就是善为投控了 这个就是风电叶片的一个材料 那这里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实际上在这一段时间量能有增加 那有增加你可以看到他的热度 大概跟重电那几支绿电 有点同像 可是就是说走势上相对来讲 第一个量也比较大 然后还没有像这个重电股有这么热门 但是我们认为说新政策既然拉出来 这个部分应该还是有机会 考量到他位界的话 后续应该还是有空间 好所以第二季四五六月 其中有个五二零的政策加持 还有哪些题材 好那这个当然就是说机器人跟半导体 索罗门 又所长庭 对对对三天 他休息三天嘛 然后就又继续攻上去 所以他这个应该是变成迟到说 分盘交易的时候 市场上的卖押反而不重 然后真正有换手的也只有一天嘛 就在这里对不对 那那个地方其实当天的当冲量还蛮高的 所以其实现在看起来的话 洗掉这些人 他其实就继续往上冲了 市场上有没有第二党的索罗门 我认为像他条件那么好的没有 因为他现在变成是一个筹码的优势 那你大家可以看一下广民啦 广民早上有的人看到这个索罗门攻上去以后 有的人进去当筹码 那冲完以后留了一个上影线 稍微差一点 那广民因为第一个他比较正规 然后他也要考量他的本益比并不是很便宜啦 那价格上的话来讲的话 也稍微不像他筹码这么干净 但是我认为有机会 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你看广达他如果再创新高的话 整个热度会上来嘛 那神盾刚才建峰也讲过了 这个我认为就是说 刚开始从这个第一党做起掌 再来的话就军豪啦 军豪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在先进设备的部分 那今天有创一个新高 因为他过去这段是在做一个横向整理 我觉得这个可以看一下 因为他价格比较低 那最后我可能最后一张 就比较意外我们带过来 就是可能在市场上很少人讲 就520其实不是总统这个就职而已 其实520也是原本营建的一个党型之一 只是他没有像329那么有名而已 那因为这个产业的内容 刚好刚刚听号讲的非常的清楚 所以如果你直接问我 你去找营建股来看 其实强到你根本就无法想象 如果你看涨幅前面几大那个营建股 其实是完全不输什么电子其他股票 你看我随便讲几个长虹 你看他这种走法是怎么说呢 就是好像不是那种强拉涨停 他就是每天都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为什么营建股最近这么强 在过往来说第一季营建股都很强吗 我觉得听到讲那个有道理 因为他股市赚钱然后你看这个黄埔 往上创新高对不对 但因为我现在讲一个营建股的操作哲学 一般来讲他是先还涨再几涨最后大涨 对不对到最后能够像电子股这样长虹 拉出来喷出的都是当年度要入账 因为开房子好一段时间 那当然这个我们说营建股的操作哲学 就是说假设说你看他那个案子 今年要入账什么是指标性的答案的话 他通常前面的半年会开始运作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部分的话 就沿着上升趋势线自己拉回看操作 所以现在都还是还涨而已 对 还没进入大涨 对 如果大家要找说 有没有像这个还没有电这么高的 第一个我们看贯德 我帮大家找两支现在还在下面的 我就讲几个逻辑 这个贯德三重一个答案新天会 130亿多嘛130多亿 去年有个新闻大家自己去找 这个今年如果入账进去的话 你看贯德他的这个位置 离境线还这么近 我现在就跟大家讲了说 离境线还这么近的 你这有点远的啦 都喷出去了嘛 那这个是至少还很近 而且他的发量点都是在最近一周内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反映今年的入账 第二就是说如果要拉更远 然后说我可以放 我要买低点我都不想追 有没有那种在底部还没有涨 但是有话题的 我觉得我讲最后一个 就是市值 因为这个熟悉房地产的人 大家都讲说台北市的最后一块地 就是那个北市科 北市科就是你现在往淡水的话 如果你台北市 你过那个城德路旁 两边不是有那个卖汽车吗 右手边到文宁 那个文宁北路那边有一个夹角 还有一个就是靠近士林这边 刚好在城德路里左右两块有没有 市值因为他有九万多坪土地 其中的一点二万是在那个士林夜市的附近 而且他那个东西是要拿来开发盖房子的 只是说因为你盖房子要时间嘛 你不可能说马上就怎么样 那我们知道说他已经在盖了 所以未来来讲这个一定是一个超级话题 来贯德跟市值的操作策略 我们先打一下贯德的K 贯德在今天跟上个礼拜三分别出量了 遇到了前波的高点 拉回拉个上一线 操作策略你会怎么建议 我认为他这个其实挑战前高 然后在这边做一个震荡 理论上来讲如果不过关的话 最后这两根根本不会来 你看这一天是不是碰到前高 这里不是碰到前高吗 这个如果不光的话 这一根就下来了 是不是对应在这一根大量区 可是你看他量缩了两天之后 这个量就回来了 其实应该是创新高 这准备要出去了 来市值呢 市值的话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看看远一点 久一点 他这个就有点说你在一个低档区 你可以贴着下端买 贴着下端买 然后你观察自己的手上的一个资金 怎么样运作吗 如果你是要布局这一块 我认为迟早有机会来动到 了解 谢谢郑华 请先回座 就是第二季 第二季哪一些的题材 哪一些的重点股操作策略 听我给你做参考了 不过说到了进入四月份 今天大家最有感的是 四月第一天就传来 电价调涨正式生效了 好 接下来这么一生效 大家都有心理准备了 小吃店餐厅 甚至接下来好多的价格 可能都要水涨船高 包括了房租 会不会再度引发通膨 央行下一次 还要被迫升息吗 休息一下 听后问您分析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您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